耶色记得到狗地卷刀 向人们卷射神的佛与众都撒灵之间 该人只好疾病 饶恕人们的灾 外人刚着了无关 虚度实施证明了托是神的儿子 虚度人的跟随耶色 听证托的佛 你也听要管耶色记得生活的一些情况吧 现在我要告诉你 托在这个世界上处这里再外套的事情 告诉你托是真一样式的 事情是怎样复生的 要与人们尊敬和听证耶色 真教的灵晓们带耶色产生了防击性 托们疼恨耶色 是因为耶色接了了托们不复证神 因为耶色看得去托们在娃娃上是好 大难性上是承蒙骄傲虚外和战恶 他们也不愿意嘎病并接受耶色神的儿子 因此 招骂耶色离个门的去骂耶色 然后 那真教灵晓们就趴了人在 夜里去秘密地做头 耶色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可以向我父亲教员 而托封离开掉了世界印度的天使吗 但我要让你们这样待当我 要不然神的自义 要怎么能实行呢 耶色知道这些事应该服神 真教灵晓们不也设搭到真的那里 那里聚集着一大军人 真教灵晓三等军阵 人们尽叫 不也设丁十字架 说是 真的声问耶色和实道 我走不去这个人要什么灾民 但真教灵晓外写着真的 并三等人均不动的喊叫 不吐丁死 最后真的允许他们锁掉耶色机的 他们是怎样哈丝耶色的 他们不也设搭到走马里 一座小山上 在那座山上他们不也设的酒 和食尔顶在某桌上 直到四位置 这是东西去世在房里中印的丰富 真教灵晓门在赵爽去世耶色 露天正中午到小屋三点正 桃软日光消失了 也和耶色叫喊起来说 我的神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奇了 一分之后 他说真了 然后耶色大声无憾 父亲恶不自己的灵魂交叉的事里 说了这佛 他转小到了七段的事 这时候 大地震灯往事也来了 看上耶色的军光和冰顶 看了地震和受伏神的事 到凡种哈堡的时候 这真的是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死呢 有个神不允许他们说耶色的佛 没有人能够说他的 他真正是讲到的 但是耶色的儿子 现在了死 神为了生命 所要人来的灵魂 而选择了耶色基德 十二哉的称呼 耶色基德本身抛弃 在十字脚上是因为 我们的灵魂 都被担当着他的身上 神很疼很 很放在这些灵魂 而神所要的风呢 也得急着在耶色的身上 耶色死后 他的本要不脱 马上一个小山上的一个灵魂 隐居是嘎举登口 然而 耶色并没有像别的死人那样 因缘的死杂登里 他死后的第三天 几个女人马上想了 要去看耶色的遗体 但当他们拿到坟墓登口病时 佛心坟举登口的石头已经给关卡了 他们担心登里 却没有看见耶色的遗体 只看见两个山上 佛念的庭室 张扎托门帮兵 那些女人发种哈破 扶在地上 那庭室带他们说 不要破 你们为什么扎死人增造后人呢 他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有一个庭室说 你们发尽到他 好了这些女人进到耶色 很多别的人也看见他复活了 死亡并没有控制住耶色 因为他本身 怎么要反过载 神的儿子 耶色战胜了死亡 说那些 如果耶色死了 他就不法再有能力 不 耶色征服了死亡 也穿回了说当的力量 也穿回来 你马上来